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Zu DIY 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是日式花园的第二期 巫石水站 就是我身边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像这种水站 是来自于童年的回忆 基本上在我们小的时候 自来水没有进入家庭的时候 一个大院里面一般会有几个这样的水站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接水 然后用水 小孩可以在这玩 玩水 所以呢 还是挺有意思的 如果古朴一点的是用花钢盐 凿制出来的 把管子藏在里面或者后面 那么 现代一点的是用这种混凝土浇筑的 像我这个就是用混凝土浇筑的 那么在浇筑的过程当中 我把它加入了一些黑色的颜料 所以看上去比较黑 是模仿那种天然的巫石的效果 所以呢 我就把它称作巫石水站 实际上在日本 以前日本的乡间也是很常见的 进入乡村的一个通道旁边都会有这种水站 一来方便村民取水 另外也是方便访客洗手 那么在加拿大这边 实际上这个house的户外用水 基本上是放在这种 这种墙的下部 下部大概是这个位置 实际上用起来 不太方便 第一来 它一般的一个出水口 只有一个接口 虽然你可以买到那种分水的那种水龙头 如果你需要两到三个的水龙头 你可以买那种水龙头 然后把它接上 但是实际上用起来也很不方便 因为那种水龙头的开关很小 然后你需要 蹲得很低 才能够 rich到它们 另外 也不是很美观 很多管子 聚集在那里 洗手什么的 非常不方便 因为它非常低 像我这个 最起码我需要三个出口 像这个 是接水 可以洗手 然后小孩玩水 然后狗在这洗个澡 夏天冲个凉也可以 所以这个是需要的 还有一个是这种 hose 这种接这种 这种水管用的 可以喷洒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那边的 spinkler 草地的灌溉系统 所以我至少需要三个出口 那么我 就设计了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使用的材料 是这种L级别的 heavy duty的 4分之三英寸的铜管 然后把它焊接起来 最后 做一个模子 把它胶住到这一块 混凝土里面 然后地上挖个洞 然后把它安装进来 好 下面这个小视频 就具体给大家展示 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 巫石水栈 把它做出来的 首先我用一根废木头 用来作为标尺 这根废木头的长度呢 大概是30寸 这也是我设计的水栈 地面以上的高度 现在呢 我就在这个废木头上面呢 按照这个 人体使用的方便 确定出水口的位置 如果离上面是三寸的话 就在这 可以吗 嗯 可以吗 嗯 然后 那个 后面的位置 做这一步的时候呢 要反复的比对 确保这个位置和高度呢 使用起来非常舒适 最下面一个呢 是接这个sprinkler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基本上是跟地面齐平的 设定完了以后呢 把它连起来 那么这就是一个主管的位置 把每一个piece的长度呢 把它量出来 下面就可以锯管子了 这种L级别的铜管呢 比较厚 非常的结实 好 所有的管子锯完以后呢 根据这个标尺呢 再进行一下比对 确保它出来的尺寸呢 跟你之前的设计是一样的 水龙头 这边接皮管子 水从这儿进 然后这个是接一个水浮花 然后控制spinkler 这个是控制皮管子 那个boost 这边一个是水浪头 给洗手花 现在呢 就开始焊接了 首先涂上 焊接专用油 大家注意到 这个端头部分呢 我先把它焊死 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进行防水测试 因为这是四分之三英寸的皮管 所以呢 这个焊锡的 使用呢 就是四分之三英寸 把它弯成九十度 大概烧个二十秒左右 温度就可以了 焊锡融化之后呢 就会像水一样迅速的填满 这个管道之间的空隙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焊一个九十度的管 九十度呢 它有两个焊点 同样的道理 现在我们来焊一个三通 因为这边已经焊过了 所以用布呢 沾点水把包裹 这样给它沾点温 防止这边热量过来 后把这个锡融化掉 就嘛 都会教支持 我们来说 这边沾点水分 很容易 你们这样的水分 一分钟 接着 我们在 första 我们来看看 等会 这里 我们在这边 这里 这个 这个组件呢就算焊接完了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水管工 所以看上去呢不是那么完美 只要不漏就行了 现在要做的一步工作就是防水测试 防漏测试 因为这一节管子呢要埋在那个荷泥土里面 所以如果漏水的话呢 你不知道的话就挺麻烦的 这个防漏测试呢有两个办法 一个呢是把它接到水管上面 看它漏不漏水 就像我现在做的这样 应该是没有漏水 还有一个办法呢可以把它接到这个高压器的tank上面 然后放置几个小时再观察一下这个气压呢有没有降低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防漏测试通过以后就可以准备浇水泥了 第一步我要做的是用这种bubble的这种塑料布 把所有在水泥里面的部分全部包裹住 这样做呢是为了让水泥和这个水管中间呢存有一定的位置 因为水泥会热让冷缩可能会压迫到水管 用hold salt把这个木板呢需要通过水管的地方钻出大概一英寸左右的洞 因为这个直径是四分三英寸 这个洞呢稍微开大一点 否则的话呢可能不太好穿过 这种模子用的木板呢可以用任何的木板 不用不需要很好的木板 因为呢这个是户外使用 所以呢表面不需要很光滑 我呢更倾向于让它稍微有点凹凸不平 会有一种天然实在的感觉 我锯了三根的小木块 用来做spacer 来确保呢这个水栈的上下呢的宽度都是一致的 好现在呢用螺丝钉把它钉死 在水栈的下面呢 我还锯了三根两尺半左右的钢筋 这根钢筋呢我会插到它的下部 钢筋的另一端呢会set到这个 地下面的洞的新胶筑的混凝土里面 钢筋呢可以用细铁丝把它固定住 这样呢基本上就可以准备浇水泥了 这个混凝土呢我加了一些黑色的颜料 大家可以看到呢颜色比较深 几乎是黑色的 实际上它干了以后呢颜色还会变浅一些 我做的这个水栈呢是6.5英寸建方 大概要使用两袋混凝土 为了减轻重量呢我在靠近中间的位置呢 又加了一些泡沫 这个呢其实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然后呢再在上面覆盖上混凝土 其实一个更好的做法呢是用铁丝呢 把这些泡沫呢固定在管子周围 因为泡沫比较轻 混凝土呢非常的重 在最后敲打的时候呢 这些轻的泡沫呢它容易上浮 这是需要注意的 这一步呢是用橡皮锤来敲打这个边框 让这个气泡呢震出来 最后呢我用clamp把这个泡滑板的上部呢 把它加起来防止它变形 这样呢就算胶住好了 立五两天就可以拆这个边框了 好两天以后呢 这个水泥已经凝固了 现在呢我们来安装 这个东西呢有60公斤 60多公斤所以还是蛮重的 去那边去那边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放不住 妈我帮你换着了 对横 一定要横 对 这样可以淡住了 可以再来一点 可以 可以 好 好 现在我们开始和水泥 然后把这个放在洞里面 然后把塞得好的屋石的水栈 把它放进去 这个都比较重 所以这一步稍微有点挑战 先开始 丢点土进去跑吧 没事 起不来 它有点晃了 下去 对 等一下 叫一下水瓶 可以了 这样就让它set就行了 两天以后呢 这个下面滴基的水泥 已经完全凝固了 我用grender 配上这个打磨碟 然后把这个表面呢 打磨一下 这种实际上是人工做就 打磨完以后呢 这个水栈的外观呢 就会非常自然 好像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了 挺美观的 另外呢 这些边边角角的摸起来呢 也会圆润一些 不会扎手 最后我用水管把它洗干净 效果挺不错的 我非常满意 现在我把多余的这个塑料包装呢 把它拆除掉 用布呢 把它擦干净 好 现在我开始 接这个最后的水管的出口 首先我要把多余的生出来的管子呢 把它切割掉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个出口呢 再把它焊接上 这部实际上是挺挑战的 因为在湖外呢 这个焊接的难度要比在室内要难得多 因为会有风 经常会把这个火炬呢 把它吹灭掉 这样呢 你又得从来 所以呢 我也是尝试了好几次才成功的 接下来就挺简单的了 把这个水龙头呢 把它拧上去就可以了 注意安装的时候 一定要用两个Wrench 如果只用一个的话呢 那里面焊接的水管会成立 这样就不太好了 好 现在呢 可以测试一下 水压还是很大的 直接喷出了20尺以外 现在接上sprinkler的出口 花园用的这个水管呢 我换了一种乳胶的这种可伸缩的水管 后来证明了这个选择非常棒 当有水压的时候呢 它会涨大三倍 在水压释放掉以后呢 它又迅速的缩短 这样呢 这样呢 整个水管在收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整洁 好 好 最后呢 我又焊接了这样一个水龙头 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呢 是没有压力的 所以 不用拧得太紧 这个水栈的进水管呢 有一节铜管是埋在地下的 这一部分呢 为了防止腐蚀呢 我用这种silicon的胶布 把它全部包裹起来 好的 这一期的小视频 物事水栈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这个效果还不错 请给我一个sum up 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 或者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未来更多更精彩的节目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